我覺得高智鵬內心也覺得很委屈 因為他心中向往的是 洪急昌王室 為什麼當年洪急昌 疫情都三體定業 都一定要抓去關 跟他今天情況完全如出一策 可是當時民進黨搞全部的 全國的政策都會出來幫他聽 連當時最紅的賴神賴清德 台南市長都出來幫他人格背書 說保證他們他是青涵 然後發動一切的一切的司法手段 到最後我不知道那個媒體在什麼地方 他反正就非常上述成功 他發回來重新來 非常上述 然後再重新來審 到最後他根本人都不用進去 所以董哥已經很知道 跟他同案 他不是委長上述 他是用再審 用再審 用再審 用給他審 沒錯 那一樣 所以我現在 我認為高智鵬內心覺得 很委屈的原因是在這邊 為什麼洪急昌可以用再審 為什麼我高智鵬拗不到再審 為什麼要這麼快的情況之下 而且白白當年也都是民進黨執政 剛剛我們講邱映那一段 也是民黨執政 所以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對付藍軍 對付國民黨的人 就用這種方法 所以基本上邱映沒有辦法得了便宜 他根本得不了便宜 賣不了乖 張庸衛也是 傅鵬其更是 為什麼高智鵬可以這個樣子呢 所以我現在要問大家的就是說 高智鵬今天用這樣一個方法 如初一次又來一遍 而且我今天覺得非常難過的就是說 我看到我們的司法體系 尤其是司法行政系統 他執行這樣的一個案子的時候 你連基本的社會公平 你都沒有辦法經過 所以高智鵬這 我想董哥應該很清楚 他最近一直在換地方你知道吧 對 他一直在換地方 他原來 因為他是三重省在立委 他護理當然在三重 可是他忽然之間 又到台北市 然後又說 因為他在立委員上班 又在立委員上班 然後又在台北市 他反正就要變來變去 搞不好到最後有一項 剛剛飛鵬太晚人家說講 他搞不好暫時要遷居宜蘭 去修身養性 去面壁思過 反正他一切從這個變 變得通的目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裡面 我們看到不僅我們要譴責 高智鵬這樣的一個行為不大 我覺得從這個樣子 看到民黨執政的那種 膽敢的膽大包天 用他的國家資源 司法的資源來獨立 或來掩護他自己 歸走同對 很不齒 所以看高智鵬一定要想到 晚上八點鐘 因為打拳可以一起打拳